我是怡琪,今天就是受立修邀请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证照的部分 我目前是国外业务的主管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是长虹第一个区的整个PMI 跟Squam Alliance全部证照的学员 为什么那时候会考这么多证照或是取得这么多证照呢 大家看我的名字叫怡琪,怡琪,怡琪,怡琪 那时候就跟一群好朋友,他们就说一起来考,一起来上 这些好朋友也是在长虹认识的好朋友 所以就开始了这么一段的证照的路子一直这样考下去 那说是名字琐事,这个是有点开玩笑啦 这个跟我的信念有关系 刚才罗吉老师不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三角形图吗 大家还记得的话 三角形图的自我认同的下面,它有一个信念跟价值观 所以对我而言,我的信念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实力跟征照一样重要 那我们常常都在讲啊,说我想要成长啊,我想要改变啊 那我想要充实自己啊 可是这些词蛮虚幻的,我们怎么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我自己的,我是有成长的 我的实力是不是有增加了 那当然学习是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啊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证照来验证 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拿到我要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灵 我觉得在这个准备或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实力是这样累积起来的 那证照只是最后一个顺便拿下来 就是好像轻而易举拿到的一个东西而已 这是很自然会拿到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信念 所以才会造就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一路走来 因为我喜欢学习然后成长 那证照只是顺便拿到的而已 那为什么会开始我这个证照之路呢 那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到底这些证照对我来说 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或是有什么样子的用处 那我跟很多人一样 我的第一个证照也是PMP的证照 然后那时候也是上网看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专案管理这个证照的时候 其实是我刚出社会 那几年前我们就不说了 这是一个秘密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那时候刚毕业在找工作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杂志就看到PMP 那时候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 可是又有在我脑袋留下了一点这个印象 那这个印象就大概在内心深处来没有去多想 那工作了几年之后 写这个日本TOTO的专案 那如果大家在卫玉就是你们家的一些洗手台 卫玉比较有用的比较好的通常就是TOTO的东西 那TOTO是日本的公司嘛 那日本的公司在做专案它有一个特色 如果有跟日本打交道就会知道 他们非常的严谨 然后东西非常的细节 尤其像TOTO这样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接到这个专案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惶恐 因为之前我们公司大部分都跟欧美来往比较多 所以第一次遇到日本人后 他那个专案文件写的非常的细节 很多的东西 那我就那时候就有点怕说 我都不是那么懂所谓的专案 虽然说之前有做专案 但是对这些词都不是那么懂 那这样我怎么办 有办法去跟这样子的一个大公司做对接 因为毕竟这样子的公司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 它不是只有对日本而已 它共同开发 同时对日本 同时对中国 然后对很多的部门跟很多的人 所以那时候才会动 说好 那我来上一下PMP好了 那时候也没特别想说要拿证照 就想说那我来上一下专案馆 然后我们老板很支持我 还帮我出了学费这样 然后就开始找 那我要去哪里上 那时候East Ocean 一定长红跑出来 就第一品牌 就里面写了很多 很多的成功的实证 然后又看到他的平台 然后我就想 嗯 这家公司这么厉害 培养出这么多的PMP 那我相信这样子 我相信他的 就是教的一定很好 而且我一定可以在里面学习到很多 所以我就报名了长红的课程 那第一天上课我就被老师吓到 他说你如果没有要考试 就叫我们出去 这样 那我就想说 欸我有要考试吗 好吧 反正就寄来自责安值 所以我就上下去 然后就欸 我明天就就考上了 这样 好 那刚才讲了 我是为了这个TOTAL的专案来上PMP 那到底PMP上完之后 我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那当然在上一边做专案的过程之中 我一边上PMP 我后来发现说 我对专案的 其实不只对专案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是专案 我发现我在生活之中 或是在工作上 我的思考变得更完整 我的做事更有架构 因为 我们那时候我是古板的 所以那时候只要依照 所有的专案在做的时候 只要想一下半时成品的沟峰 大概想一次 大概整个面向 然后整个架构 一个雏形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嗯 这样蛮好的 我这样整个想过一次之后 大概应该要注意的东西 都已经注意到 而且为什么最后会写 变更更谨慎一点 因为我的前 我那个是在我的前公司 那我前公司 那时候的 研发人员 比较属于 有时候他们自己变了什么 不一定会跟 因为我是业务 他不一定会跟我们讲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得到surprise 都是从客户那边得到 客户说 你们为什么变了这个东西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去问我们的研发 我们研发就说 嗯 那变一支支哪里 没影响 他告诉我变一点点东西 不影响的同时 常常会发生就是 Fix A 想要Fix A 但是Bread B 也就是说 他想要改善A的状况 但是衍生出了B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 我有把这个概念带给公司的同仁 带给我的团队 就是我们在变更的时候 要再多想一点 再多评估一点 不要觉得说 我只是变一点点而已 没关系 没有影响这样 这就是我那时候 学PMP 我觉得最大的三个收获 那大家觉得取得PMP之后 这个日本的专案就上手了吗 就做得很好了吗 大家觉得 取得PMP之后 之后 这个专案还没做完 然后我开始发现 事情也没有像我这个工厂 想的这么简单 我发现这个文件 实在也太多了吧 客户怎么一直在变 那边根也太多了吧 然后有的时候是 是我们 我们研发自己又多做了一些什么 专案被镀金了 然后整个流程 哇塞 这也太多了 然后我就陷入了一个 很不舒服的状态 为什么客户一直变 PMP不是说 说那个变更要谨慎吗 要有这些要去想什么 他怎么可以这样变 一直变 然后内在非常的抗拒 我就像我这张图影片写的 变更有完没完 我内心实在非常抗拒 在那个时候刚好就是 在常侯之面开始引进了敏捷 我是ACP的第一届 然后丽秀姐这边就跟我说 那你要不要来一起学敏捷 我那时候想说也好 因为他跟我提到一点就是 敏捷对于变更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及 所以 我就来上了敏捷 我从那时候上了敏捷的时候 我的最大的三个收获是这样子 拥抱变更 其实学敏捷 我就带给我最大的 就是一个我mindset的改变 我对变更不再那么抗拒 因为 学了敏捷之后我发现 那变更这件事情 如果对客户是有价值的 那为什么不 那如果说我们做A的做法 很快的就撞到墙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去 去调整我们的做法 去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就是那时候学敏捷的 我的三大收获是这样子 拥抱变更 那就调整做法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价值上 而不是放在客户 为什么一直在变上面 那这个真的对那时候在做日本专案的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收获 因为内心内在改变了 想法改变了 以客户的价值为导向 然后拥抱变更 就乖乖揪犯 反正你内心抗拒 他还是要改啊 那你只是内在在那边纠结而已 就只是一个想法改变 好吧 如果这个这件事情 对客户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就做吧 尤其是如果这个对客户有价值的 他可能会付那个变更费 那我们就再多收他一点钱 这样也蛮好的 那时候学了那个敏捷的时候 我觉得很很大的一个收获 甚至我目前自己在做 我最近大概这四个月 以来都在做一个美国的设计专案 我那个设计专案的变更 就就就就也更更快更频繁 我们同事每个人在那边 我团队的同事在那边跳跳跳 我觉得我很平静 我就觉得预许这个就是会发生 那客户变更我就报价给他 他接受我就收他钱 那就变了 反正这对他有价值我就做 大概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商业分析的部分 学完敏捷 大概过了一年多把我记得 那时候就开始 商业分析这个东西 那时候讲到说 专案管理在做的东西 已经是已经选好专案的 那他的前段到底我们是怎么决定 我们要做这个专案的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 这好像蛮有趣的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们来 那我来学一下商业分析 那我最大的三个收获就是 当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专案 或者是我们工作中有很多专案 到底我要做哪一个 那我们首先要先知道 到底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还是我要追求的机会是什么 你要找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才能做出对的事情 对 所以那时候学习的三大收获就是 就是到底我要解决的是哪一件事情 还是我要追求的是哪一个机会 那我要做这些事情 我要盘点 盘点我现在到底有多少的数码 那我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到底要有哪些能力这样 然后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评估之后去做这样 所以我觉得商业分析这件事情 对工作上或者是对自己的人生上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其实对自己人生而言 也是会常常思考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或是我有一个机会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追求 我要追求哪一个 那大家都不拖这三件事 事情再去去评估 那是商业分析的部分 然后最后就是风险管理的部分 虽然说 TMP有带到一些风险管理的东西 但是后来学RMP之后 对于风险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当然一开始以前不懂风险管理的时候 听到风险好像都很害怕 就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甚至提到风险 以前我的前老板还会跟我说 哎呀一期啊不要想那么多 东西都想坏的 又还没有发生 那就是那就是以前的想法了 其实风险这件事情 并不是只有真的坏的 风险也有正向风险就是机会 所以学习风险管理之后 为什么我最后会写 掌握时机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工作上 在人身上 我可以很快速的评估说 那我做这件事情 最大的代价我要付出什么 我最惨可能会怎么样 那我可以拿到什么东西 我很快速评估完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我到底 可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这对我们在做事上面 或是在我们的人生上面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很快的掌握 那另外我就学风险管理 我遇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刚好两三年前 把ISO做了很大的改版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遇到 改到2015年版 那时候风险管理 这个东西被纳入了新版的ISO 那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这个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在公司里面 因为之前我不是说 我们老板对风险这件事情 觉得很富向 也不太想谈 可是当他被纳入ISO之后 他这件事情就必须被看待 然后很多客人也会来问 你们的风险管理是什么 那时候如果不是 因为我在之前已经学过了这个东西 可能全公司都没有人知道 客户在讲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集合来到底要给他什么东西 甚至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时候我们的ISO集合来 他还拿了我写的风险的文件去参考 他说你这个借我参考一下 所以就比较听得懂他讲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 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学到的东西有用到 那以上就是我对于整个正照学习的过程 我所得到的收获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生活上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单ァ et tema 还眼别 现在也有看 wan